那再开始啊 就是说人间的 人间就是说 有烦恼的时候 也就是说 也是做功德最好的时机啊 人间烦恼 做功德最好时机 实际上这句话就是说 当人间 你在人间觉得苦的时候 也就是你会发现 另外一个幸福的时候 当一个人不苦的时候 他不会拜佛的 每个人在天上的时候 享福的时候 他想不到精进 就像现在很多人 你想想看 有些人有钱有权有势 他想到信佛念经吗 对不对 他苦的时候 所以为什么 在庙里受苦的女士多啊 为什么女人拜佛多啊 因为女人觉得苦了 比男人厉害啊 所以就真的要脱离苦难 所以他继续找寻一条方向 当一个人不懂得 脱离苦难的时候 觉得自己很好的时候 他怎么可能想到找医生呢 身上没病重 谁去找医生啊 去找医生 看看医生神经啊 看到医生都避开他 我身体一直很好的 突然间看一个医生来找我 你别找我 对不对啊 对对对 就这个道理 对对对对对 parcegress